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登登登登登 又到了我们 學習創意的殿堂 創意野豬吧 不像 好真实 老是 我有一個同学 是從花蓮來的 哦 他每次回來都跟我說 小子 我的手好痠啊 我說為什麼你的手很痠 他說 因為我回去都在倒麻糬 倒麻糬 我就問他 你是笨蛋啊 你就來跟自信老師學 學比較簡單的 回去給他們吃不就好了嗎 然後他就說 對啊 那下一次他也要跟自信老師學 嘿嘿 我們今天就教各位 怎麼樣做好吃的麻糬 而且又簡單又容易 再這樣就可以試做了 好 好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 熔岩紅豆麻糬 湯的材料有包括 皮的材料 還有餡的材料 皮的材料 我們來介紹一下 包括 糯米粉 300公克 水 350公克 細砂糖 150公克 那我們加一點沙拉油 20公克 餡的材料 我們包括 紅豆沙 紅豆沙餡 我們是含有紅豆顆粒的 我們需要500公克 另外我們需要龍眼肉 龍眼肉就是龍眼 新鮮龍眼去掉殼 去掉脂 只剩下龍眼肉 那我們需要20顆 那我們希望增加口感 所以我們增加了蜜紅豆 蜜紅豆我們需要50公克 在麻糬外面有塗布料 我們今天用的是 玉米粉 玉米粉150公克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要介紹 很傳統的紅豆沙的介紹 那 小禎 我們來看一下 材料是哪些好不好 好 第一個 紅豆 紅豆我們要去蒸熟 那要怎麼蒸熟 先要泡水 泡8個小時以後 然後就直接去乾蒸 蒸熟這樣就可以了 那紅豆我們需要600公克 那接下來 砂糖 砂糖我們需要200公克 還有沙拉油 我們需要150公克 麥芽糖 我們需要80公克 還有玉米粉 40公克 那最後我們淋上一點黑麻油 大概2分之1小T 好酷喔 對 讓它增加香味 好 那要製作紅豆沙 第一個動作蒸熟以後 我們要把它放到塑膠袋裡面 把它搗碎 來小禎這個工作交給你了 好 把它搗碎 這樣我們等一下比較好處理 好擀到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看不到顆粒這樣就可以了 好把它倒下來吧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去炒製囉 炒製我們加入剛才的那些材料 做出來就是紅豆餡 煮得夠爛其實就不用這麼倒了 對 其實煮得夠爛它就可以不用這麼倒 稍微壓一下就好 好 這就是我們的 我們要開始去炒的 紅豆泥 好 首先 下紅豆泥 加入糖 加入糖 消消火就好了 然後加入麥芽糖 你會看到它裡面有很多水 然後慢慢炒 炒到乾 好 我們慢慢的炒 炒到它感覺有點乾的時候 加入一些沙拉油 好 繼續炒 那炒的時候要很小心 這個 溫度非常高 而且它很有連性 那如果說 它噴漸上來 噴到你的手 它淋在那邊 它會造成很嚴重的燙傷 所以炒的時候 就是要很小心 注意不要讓它噴漸上來 那你煮的那個鍋子 最好剩一點 它比較不容易噴漸上來 好 炒到大概這種 乾濕度的時候 我們要加一點玉米粉 去收汁 好 那 英文 加點水 那玉米粉 看它的乾濕度 才決定加多少 好 不一定要全加 好 炒到這種 濃度 然後接下來加一點 黑麻油 好 提它的香味 好 這就 就是我們的完成片 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這就是 帶有紅豆顆粒的 紅豆沙 好 接下來我們 小鄭我們就要來製作麻吉了 好 第一個 我們先來製作麻吉了 我們要把粉跟水 粉跟水 倒在一起 好 糖也下來 好 這個麻吉可以拿去炸嗎 哦 麻吉當然可以炸 炸麻吉 這是麻吉用炸的 好 同樣這一皮 那當然也可以炸 只是它的軟硬度不一樣 那 炸麻吉 其實你應該也吃過 那個喜宴 一開始都會有賣那個 啊 黑湯圓啊 黑湯圓 沒有啊 是不是黑喜湯圓 那是湯圓啊 黑喜湯圓喔 你還真的吃個炸麻吉 好 同樣是糯米粉的產品 那我們 可以炸 炸完了就是 比如說 芝麻球 鹹水餃 它一樣是糯米 對 然後另外 我們也可以煮 糯米的產品 煮的你也吃過啦 湯圓 嗯嗯嗯 牛溫水 那同樣是糯米粉的產品 蒸的 蒸的 蒸的你也吃過啦 我們等一下要做的 麻吉 這些炸的 煮的 蒸的 都是同樣的 好 最後我們把油加一點 好 進來 好 那就拿去蒸 我們蒸25分鐘 蒸的時候 每隔10分鐘我們要攪拌一下 要攪打一次 對 因為表面比較容易熟 裡面還沒熟 那讓它攪拌均勻 向下均勻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 做麻吉了 好 那接下來麻吉 就要把它拿去蒸 蒸25分鐘 那中間每隔10分鐘 拿出來攪拌 因為上層會熟 下層不會熟 攪拌一下 那上下層都會熟 這樣就可以了 蒸了10分鐘之後 我們來攪拌一下 把底層跟上層攪拌一下 因為底層容易沒有熟 然後 現在把它攪拌到上面來 你看 這裡白色就是沒有熟的部分 沒有熟的部分 我們把它攪出來 繼續再蒸 繼續再蒸10分鐘 它才會熟 在裡面 繼續再蒸10分鐘 然後再來攪拌 就會熟了 好 麻吉又過了10分鐘 好 攪拌 好 也是一樣喔 看它裡面 有沒有熟透 最主要就是 把裡面 沒有熟透的部分 把它用熟 而且你看喔 它已經很Q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繼續我們再蒸10分鐘 好 最後30分鐘了 我們就起鍋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蒸熟的麻吉 我們就要用打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 好 用這個 去打 那最好的 你當然用科技的方法 用我們這個 攪拌機來打 好 要抹油喔 比較好用 好 挖進去之後呢 把它扣上去 請問大家都知道怎麼用嗎 不知道我來教你們 對準兩邊的洞 對準兩邊的這個卡榫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卡榫 好 那我們用 這個攪拌機來打 我要打到 打到組織篷中 可以打快一點 然後組織篷中 然後 這是一種機械 機械力 也就是物理性的澎發 這樣組織細緻 然後有一點澎發的感覺 顏色有一點粉白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麻糬 就做到這樣子 它很Q 然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像這樣子 非常好 老師 你手怎麼會油油的 對 因為 麻糬它很黏 所以我們手要抹一點油 來製作 而且 因為它馬上要吃了 所以一定要戴手套 一定要戴手套喔 好接下來 我們要來 開始來包這個 餡心 餡心 餡心為了增加口感 所以我們在 熔眼肉裡面 加一點蜜紅豆 然後在它的外面 在它的外面 包上我們的 這個 紅豆沙 好可愛啊 這個有顆粒的紅豆沙 老師你要多大 好 沒關係 你就給我一團這樣 好 那要製作的大小 把它稍微拍扁 拍扁 塞到中間來 然後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 決定看你要做多大或是多小 好 像我不需要太大 我只要做這麼大小 那我就把其餘的這個麵糰 再放進來 那這一顆就是 我們成品 就做這麼大小 那因為它很黏 所以在表面 你要沾一點玉米粉 哇 玉米粉是熟的粉 熟的粉 沾完玉米粉之後 稍微拍一下 不要讓它太多粉 不然 人家吃的時候 會整個嘴巴都是粉 這樣就是成品 哇 好可愛呀 好 我現在要來試試一顆 我跟你講 我們不是什麼 什麼節目啦 好不好 我很真誠的 很真誠的 試吃給大家看 因為它有一點 它比較天然一點 所以有比較黏一點 味道怎麼樣 只吃到皮而已 我只吃到皮 對 餡料還要吃一次 我要刷龍眼 很像很好吃的樣子 看裡面因為它有那個龍眼 對 它吃怎麼不吃 所以不會 吃得跟什麼一樣 真的 這樣不會卡在喉嚨 吃起來就會不會覺得 雞鬼的感覺 雞鬼喔 然後裡面還有紅豆泥 還有真的是一顆紅豆餡 真的是很有口感 而且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很有層次感 Yeah 你可以在家裡好好的做一下 Yeah 有心事 有心事 感谢观看